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目前 不知道 古今 古今 不知道 今天希望我能知道 这个宅栏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儿看见 然后 我叫 FREKA 我是白洛斯人 在中国已经 一个月 我短期学生 对 往下 对 这个 这个手这么的 我记得特别呢 应该学习很长时间 第一次试一下 当然不会走 对的 现在知道了 现在我觉得 不经的历史太长 特别有意思 我跟中文一定 13年 当时我学习汉语只有一年 在兰州教育大学 觉得很有意思 特别难 我毕业了兰州教育大学 研究生 实际上 这不是我的第一次城市 我已经上官了 兰州 北京 广州 达利安 韩州 所以我已经 能真实告诉你 中国特别美丽的国家 在这儿 我们学习汉语 也学习中国文化 也可以介绍中国生活 所以 比我们这个很大的机会 这都是中国的韩字 但是当然我看不懂 因为这是古代的韩字 我觉得年轻中国人也看不懂 你能不能用 你能用 用版印刷 用版印刷 我会 我学会 所以我觉得 不是黑黑 我觉得 我成吧 我觉得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因为这个 特别安全 特别安心 干净了干净了 就是它造纸的时候 留下的很少 就是这个纸张 它就有这个纹路 你不能问它吗 可以我在这儿 我觉得很有意思 辽宁的历史太长 有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看见了 古代的书法 看见了古籍 古籍的历史也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 对我们这个也很好 发展我们的韩语 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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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 我们热情的国家 很多中国人 帮助我们 这是我的梦 这是我的梦 圆水节和平 今天世界过得真快 但守护 对我来说 将留在我的建议中 很长时间很久 我爱了你